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主持IM 有話宜,鏡花先生 應該沒試過的組合吧? 試過一兩次的WF 比較少一點 這次都可能類似WF的原因 都是一些活動 而這次的活動當然是最近的 就是2011年12月23日到26日 聖誕火有舉行的 例如在每年都有的東西 就是AGS 亞洲遊戲展2011 算是踏入十周年 十周年就沒什麼特別的 最特別的當然就是 不在一個活動上 就是這個次世代的手提遊戲機 這個PlayStation Vista 可以說是PSP的第二代 在香港開始收賣 可以說算是日本 香港和台灣是全球最早發紅的地方 所以都會有一定的關注度 以及相關的人物都會來到香港 作出一些介紹 或者是遊戲方面的分量 那時候介紹也說到 今天是五年以來 第一次有新機新遊戲買 AGS Sony有關方面都曾經說過 因為過去幾屆可能說 未必一定有對比下去 有這麼吸引 因為已經五年沒有新機了 所以 現在這次有新機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 一定會有人排隊 好像排頭位那位 排了三天 好像是星期四 但對比下去 都沒有動漫節那麼瘋 動漫節排了一個星期 始終貨源比較充足 其實 貨源方面 Sony沒有說明有幾部 但有些人說 500部一天 這個就暫時證實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 如果我們說回銷售方面 銷售方面 Sony裡面 在賣PSP Vista 或者什麼 PS Vista 即是PS Vista 那它一貫以來 賣遊戲的方法 就是說 賣主機的一部份 然後其他櫃檔 就只要賣遊戲 就不賣主機 那如果你說去年來說 例如說 單處 你說排隊有醜的人 賣Mountain機 或者賣其他 可能Gt5特別版 那就只有一個櫃檔 獨立處 今年因為它賣新機 所以就多些櫃檔 但是問題就是 櫃檔在這裡 但是其實 處理櫃檔 一個櫃檔有多少個人呢 那就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看到那個位置 大概就有 四五個staff在這裡 但是那裡究竟 是否當五個櫃檔 應該不是的 因為一定有些人 是落單 有些人拿東西的 但是大概演 我想都是兩至三個 然後剩下來演 其他部份的 大概有 六七個人 在另外一邊 比較長的一條Bench 就是賣遊戲 因為大家都要知道 跟PS Vista 同期發售的 其他都有一堆的遊戲 包括有幾個大作 例如街霸隊鐵拳 這個是暫時 有一個示範版給我們玩 因為鐵拳 比較多 今次都有Promotion 因為它下年三月推出 對 那個是Marvel VS Cap 說錯了 三個無雙next 這也是一些老玩家回憶的作品 MX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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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詳細的東西 我們可以少少再講 所以當然 剛才所說的以上的遊戲 都有相關的製作人 以及介紹的 可以說 都不給過去訊息 今年都 特別而言的話 可以說有新機推出 一定有回不少的注目 這個也是當然的 除了另外一件事 就是 亞洲戲展 搞了好像很多年 十年 回到第十年 於是它也有相應的特別 就是 好像 Time Capsule 這些 歷史的遺留下落的東西 或者可以說 遊戲機史 或者遊戲史上面 各種類型的主機 的一個展示 歷史光影館 對 亞洲遊戲光影十年 大家可能經常都有一個感覺 就是 亞洲遊戲展 可能說 最主要的主辦商 就是 Sony那邊 所以就說 只有Sony 什麼都沒有 但是 這邊就不會的 裡面看到 會有不同公司 所推出的主機都有 不論而言 你可能說 GameCube 任天堂那邊 或者 世家那邊的紅白機 各種類型的Game Boy 其實不同類型的主機 你都會在裡面看到的 甚至有些可能比較奇怪的 一些 1977年推出的 Apple推出的 那這些 這部不說得笑 這部很厲害 這部應該是沒有人知道的 我知道 可以 所以 可以說 這個 站在一個 你說 玩家 或者是大家都會關注 遊戲方面的人 來說 是一個很值得去看一看的展覽地方 那 同樣時 其實 除了最注目的可能是 這個PSV 但是 都會有其他 的 例如說 相關的 主舞台 會有些 大家都會吸引很多人眼球 例如例如 例如有些 Game Girl的選舉 或者其他 其他 這些 都會有 這次比較大的 Tounter 就是一個格鬥遊戲的Tounter 但是 今年 可能因為 第一回合的遊戲 有部分 或者是 他們來介紹的 都包括了 幾隻格鬥遊戲 於是 就有一個叫 格鬥區的地方 出現了 主要那邊 有放了 不同的試玩 最主要應該是 PS3的 街霸 或者街霸 VST拳 相應而 請了一些 國際級的 可以說 格鬥方面的 強人 來香港 去比拼 或者展示 實力 頭兩天 不同的時段 都會有他們的展示 當然 大家可能看報紙 都會看到 這次有關方面 請了一位 叫做社交達人 可以說 沒有程度上 可以說 發揮了半個代言人的角色 可以說 經常都不見他 你見不到 我們見過 他也有跟 這個 兩位 算是重量級的人物 台灣的GamerB 和 日本的Tounter 去打一場 當然 裡面有沒有任何的放水成分 或者是 誰壓倒誰 這些就不再說 但 都可以說 有一定的可觀性 當然 可以說 格鬥玩家會滿足到 但其他玩家究竟會不會滿足到 其實 又不會說真的沒有東西看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過去 又玩瓦車遊戲展 大家都會知道 因為他有各種類型的 不同的 類型的 玩法 或者是不同類型的 遊戲 所以在試玩區方面 一如以往 今年可能說 運動系的 你會看到會有Fever 或者Winning足球 或者NBA 籃球遊戲 不是 我看到有人玩跳舞遊戲 手舞觸到挺有趣的 真的 我講的是 普通的傳統 那些 例如說 一些大遊戲 最新出的 Gundam vs Gundam Extreme 這也要有相關的試玩 很受歡迎 對 那我自己也有試過 那 改動這些就不說了 我們後話 主要 我們先說一下 其實也有其他 例如說 FF13.2 或者是三個無雙 其實不同類型的大遊戲 大家都可以在裡面試到的 除了這些 可能是大家用手制玩的意外 當然 大家現在最流行的 可能是看這個遊戲 所以 都會有相關的東西 例如PS Move的Counter 跟一如以往 但是 都沒有 因為可能有新機推出 所以對比一下 Counter的試玩項目 就沒有去年那麼多 但是 大家如果想試 都會試到不同類型的 體感遊戲 反而 對於它好像 不是很 說一些 舊世代的東西 例如說 PS P 類型的遊戲 因為它主要 大家看到 一進門口 除了 PlayStation的舞台之外 旁邊就是 PSV的試玩區 但是 上一屆 大家最邊都會看到 有一個 是 PSP的不同類型的遊戲 試玩 例如說 上一年的 3rd birthday 不同類型的遊戲 例如說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Free 這類型的 今年就沒有了 全部都變成了 PSV的試玩 但是都正常的 因為 作為一個新主機 大家第一手 試一下 給別人了解 這部機是怎樣 可以說是一個 都正常 說了這麼久 這些都可以說 比較廢話的東西 可能大家覺得 在座 我們都有人試過 這部機 PSV 大家感覺如何 阿鏡 跟你說 PSV 它的特點 除了新世代 PSP 還有 那些美麗畫面之外 這次比較有 touch screen touch pad 我們也有試過 一些遊戲 都會用到touch screen 例如我們試玩過 那一隻 都很特別 就是蜜鬼的遊戲 大家可以在 《動物無雙》的圖片 看到相關的相片 已經發了出來 在看 傳媒預覽區 預覽片 應該會有相應的 是一些我們試過遊戲的相片 可以看到 找得到 我補充一點 對比上一代 PSP PSV的解像度 是高過四倍的 是去到920 差不多 920 成幾多 400多 因為以前是沒有那麼高 所以說高了一倍 對比上去同類型的 可以說次世代遊戲 雞機的 任天堂那邊的3DS 可以說更加零 因為大家都知道 VDS的螢幕 就算是大 上面的螢幕 都已經比PSP 可能是小了1cm 的 那個闊度 而言 但 PSV的畫面 也是比PSP更大的 所以可以說 對比下去 解像度 或者大小可觀 可以說是完全力壓了對手 當然啦 你可以說iPad都是類似的 iPad一定是最大的 雖然 Tablet和平板電腦 和這些 交易遊戲 真的一定會有競爭 但始終這方面 也是有不同的 因為可能 一些本格向的遊戲 都一定會用這類的 或者我們繼續說 一些遊戲 去試玩 對啦 不過這個 除了本格向的遊戲 之外 例如今次 有訪問過 《Uncharted》的 PSV版 也會有些 剛才說到 用touch screen的遊戲 就是物鬼 因為那時候 都很深刻 是怎樣玩的 它是用touch screen 就是用陰謀的風格 就是在touch screen上 畫一些物體上去 然後 當成一條路 跳上去 然後 就繼續打敵人 或者是冒險 簡單一點 補充一下 其實它是一個 橫向的遊戲 可能是類似 玩Mario 那些遊戲 但它又不是 它可以放一件 那問題是 大家玩Mario 或者Chelums 有所謂的二段跳 但是這遊戲 都可以跳 但是問題是 你怎樣可以 向上打 就是 透過touch screen 畫那條物體 畫成一條路 那你就可以 上那條路 然後去打 更加高於敵人 那當然 它的敵人又不是 不斷向天不斷打 是我們看到的 但是 道理上 因為它這種設計 到後來的關卡 應該是一個 可能是 一個高塔的發展 透過你畫不同的物體 去找那條軌道 去打上去 可以說 用touch screen 這個部分用得不錯 沒錯 其實它就像以前的遊戲 你要爬上去 就一定是跳一條高台 給你 限制了一條路線 這次 麥鬼這些遊戲 就會是 路線自由化 沒錯 這方面就是 有創意的部分 當然 有些遊戲 一直以來都很受歡迎 例如三個無雙 Next 這個就是用到 背後的touch pad 對 它前面也有用 對 它兩面也有用 但其實它後面 用touch pad的方法 就是一個新家的 叫做神速亂武 可以說是另外一種爆無雙的方法 其實大家看到製造人方面 他自己親自去試這個demo 都會看到 他說 他是不斷地狂按 這個後面的touch pad 然後做到那個效果 也看到相關的破壞也是比較大 其實可以說 不同類型的遊戲 其實有關方面都會運用了 其實psv兩個 剛才講過的功能 就是touch mode 和pura touch pad 但我們還有試過另外一隻遊戲 也用到一個鏡頭 那個也是非常有趣的 對 那隻遊戲就叫做 relative fighter 就是可以讓你 拍自己的樣子上去 然後他就會把他 造成一個人 角色的臉 就可以玩打架了 其實可以得到一個遊戲 不如拍老闆的臉 剛才補充點就是 他認的方法 應該就是 人面的幾個突出點的部分 所以 大家如果對歪了 或者是選性別 選得有點古怪 例如男玩家 樣子就選一個女角 你試過這個 這樣做出來的樣子 那我拿別人的身材 就變成了 原人爭霸戰 原人集地狗 我可以回答你 其實有馬耳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其實他用的是 在臉上的功能 有個視覺 有個距離 有 你找張相片 平面 可能那個樣子就變成了一塊 好像尖餅 打下去 而且應該是detect不到的 我相信他可以回答 而且他跟熱能感應有相應的東西 可能會有 簡單來說 就不是像街機那些 拍鏡頭在那裡 然後放自己上去 那種 就是detect 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新街可以說 這個不是新技術 但在手提機方面 可以說 PSV 對比PSP 多的就是 多了一個磨菇 多了一個磨菇 以為是PS2 才會有雙磨菇 對 但PS2的雙磨菇 也不是經常用的 雙磨菇 雙磨菇 大家馬上想起N3DS 那裡 那一件事 如果有雙磨菇 如果有雙磨菇 其實真的有點像 3DS 它是有用的 其實這個也是 有一次3DS 例如現在打磨痕 如果有打磨痕3G 就知道你第二顆磨菇 即是你 延伸那裡 那顆磨菇是轉視點 對 其實現在打你PS3的遊戲 就看到第二顆磨箱 三個磨箱 三個磨箱就是第二顆磨箱的轉視點 一個就是轉視點 一個就是控制方向 沒錯 我不肯定 PS3那邊三個磨箱 不是這樣用 但是我過去認知 因為三個磨箱 和我脫離了很久 它過去 你說頭幾代 它另外一邊的磨菇 一向就是做了一個名成的作用 就是叫你自己的名字 做一個愚蠢動作出來 是完全沒有用的 那個R3就是叫做 這個磨菇 叫做R3 在PS2的角度來說 那 或者我們說了這麼多 這些機能上的東西 大家對這部機的感覺是如何 第一個先說一下 一定有些東西彈的 不要以為好像全部東西都很好 那樣 大家玩所有遊戲的機 但是有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手感 那第一就是 它的十字按鈕 是由幾個獨立按鈕 就比較連成 變得好像一體向一些 那某程度 譬如玩部分遊戲 譬如說這個GVG 拉盾的動作 就是上下按鈕 就應該會容易了 但是問題就來了 多十字按鈕 還有圓圈交叉四方 因為多了Analog 就有時候會不會動到下面 這個就難以避免 另外另一方面 就是說 當個Start按鈕 變成在Analog的下面 你有時候按鈕 變成很怪 而且兩顆按鈕 至少會比較小 難按了 很多次試試看 是的 有馬已經有一樣東西說 就是那個 懸弧邊 起角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我真的沒有拿過 大家看過一些切片圖 你看到網神放出來 它的前面 側面 後面 你看到一塊頂 當然 不知道它是否參考手機 那樣做 但問題是手機你這樣拿 沒什麼問題 遊戲你隨時這樣拿 手後面 不像PSP 有肥肥的東西 握著手感很怪 你會覺得 扁你很難按鈕 PSP也沒有夠肥肥的東西 你不要拿 一代 你不要拿 螢幕耳機握著 PSP一代 一代 OK 那算了 我以為你會拿 螢幕耳機 三次 就算你說二次 你會看到有些人 可能會拿一些墊 弄它 當然 現在近世代 越薄越薄 是正常的 我們先不論 那個厚薄的問題 我有點不太喜歡 就是 大部分這些手握位 通常就會受變 譬如說PSV的 它也會有 譬如說 它後面的底 底那邊 它那個邊位 就是圓 圓少少的 但是問題就是 它正面那邊 那條邊位 就是起角的 即是九十度角 多多少少 應該有少少頂手的 這個就不太喜歡 還有特別 其實它那個圓弧 圓弧度 比過去PSV是大的 曲面 所以其實 可以說 你納入手心 那個心度 會大了 然後你這樣頂 就會多多少頂到 大家 帽子下面那個肉 頂到少少的 會有少少 譬如說 我打摩坑打得很傻的 這樣 連續一下十個小時 然後呢 可能你的手 就有條線在那裡 可能壓到條線出來 其實我有個想法 因為 我錄音之前幾天 我看過一些嘉賓 他們實際玩過 你見到他們玩的時候 我懷疑他們 因為PSV 因為PSV 還要遷就他們後面 和前面的 按鍵 所以可能要先弄到 這個樣子 如果不是太厚 你手上和身 都會在後面按 即是他們現在不是 你平時拿著 左右的手拿著 可能他們今次要倒著 是 比你容易托著 那隻手 沒有那麼容易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去下一節 講一下 一些遊戲人的訪問 或者是一些作品的感想 好 下一節繼續 一些作品的感想 好 下一節繼續 一些作品的感想 好 下一節繼續